天冷了 咱们进来来说一个有温度的新闻 说现在在医院上班的护士真的是特别辛苦 尤其是疫情以来 每天要查房 要记录每个患者的信息 要按时间打针吃药 还得上夜班 感谢护士们的辛苦付出 有很多方式 最近湖北宜昌一家医院的护士站就连续几天收到了神秘外卖 外卖包装上没有订餐人的信息 只有暖心的文字 这个事情确实是挺让人感动的 从今年四月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之后 职业班的护士就会不定期的收到暖心外卖 夏天有烧烤 秋天有奶茶 暖心外卖已持续半年之久 由于外卖是有号码保护功能的 所以直到现在依然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神秘人的身份到底是谁 护士们只能够通过视频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 来 我们一同来去听一下 当时不太确定了 以为是哪个病人的餐馆就来了 后来又送了一个奶茶过来以后 然后我才能够确定了 因为上面写的非常软心的话 冬天的第一杯奶茶你也有辛苦了护士节点 当时就感觉特别的感动 然后非常地软心 我想跟她说谢谢你 我们都继续努力的 她是内心的感受到对我们这份工作的这种认可 我们也是想表达我们对她的这份感激和感谢 我们也是心诚感恩的 愿你三冬暖 愿你春不寒 一句句暖心的话语都是真实情感的流露 你说这个到底是水松的呢 我猜吧 有可能是曾经在这里住过院的患者 因为这些护士的敬业精神周到的服务 应该是深深地打动了这位患者 所以采用这种默默无闻的方式 暗地里表达对护士们的敬意和感激 您这分析有道理啊 还不是送给某一个护士的外卖 这是对护士站的所有护士表达的心意 我们也祝愿白衣天使们健康美丽 个个都像花一样